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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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妈 我要下楼找你 下楼没找到 门锁了 我进不去 爸爸呢 爸爸把我放在家里 他就走吧 词词乖 词词乖 今天是词词的生日 看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 生日蛋糕 走 咱们进屋 妈妈给你庆祝 走 怎么了 怎么能成这样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你能疼我了 你干什么呀你 我没看过来了 好看是不是 凝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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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的 给 给我的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喜欢吗 干吗又乱花钱 今天是结婚纪念日 送你的礼物 怎么了 不喜欢啊 没有 结婚纪念日早都过了 上个月十三号 千山 你说我最近太忙了 就忘了 你怎么没提醒我呀 千山 我是想跟你说 咱们过不过结婚纪念日 都不重要 你能不能有时间 多陪陪孩子啊 不不不不 但是还小 什么叫做不重要 我们结婚纪念日 不重要是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 你是觉得我最近压力大 情绪有点失控 让你受委屈了是不是 没有 所以你不愿跟我一起 庆祝结婚 是不是 没有 你把东西给我拿来 拿来 你给我拿回来 我真的有哪个意思 千山 你 哪个意思啊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说我送你一个礼物啊 你也不说喜不喜欢 你连个笑脸都没有 我不给谁给她看哪 你说我在外边辛苦的工作 对这样好不好 你看看你天天的 骨头里 给谁看 你给谁看哪 你别这样想不好 不是 天天在想什么呢你 妈妈 我饿了 来了 我缘着 我倒水 我倒杯水 又喝酒了 院委会 公布了 新任外科主任的候选人 马教授没有提名我 他没有提名我 提名的是 在我后边的秦剑波 秦剑波 你知道吗 上次马教授医疗师傅 还是我替他顶到包的 小带是让孩子睡了 你喝点水 你说我吐什么呀 好在啊 好在我技术好 我是医院的招牌 最后是院委会提名的我 那不是挺好的吗 你好什么好 你知道什么呀 秦剑波有个哥哥 马教授有个儿子 两个人在医疗设备上做生意 以为别人不知道 可是人都替我暴打不平 你说我吐什么呀 我自己一个人 没钱 没背景 受了委屈 我只能忍着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在外面很辛苦 你知道我在外面是辛苦什么 每周每天我工作 满满当当的 我连穿过这儿的时间都没有 你说我吐的是什么 在利益面前 我在马教授眼里 就是说我是个屁 秦山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我知道你很辛苦 我知道你很辛苦 但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 不行的话 咱们就换个工作好不好 换工作 对 咱们少转少画 换个工作 那样的话 你还能活得清爽一点 懂什么呀你 你换工作 你什么都不知道 硬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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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 不能快点吗 妈妈 我今天点了一个小红花 是吗 蛋蛋真棒 妈妈奖励你 去给你买蛋糕吃 我不要蛋糕 我要爸爸 蛋糕 爸爸很忙 等他有空了就来看你 好不好 爸爸不会不要蛋糕了吧 怎么会呢 爸爸很爱你 妈妈也很爱你 我 我们都不会不要你 蛋糕 你记住 不管爸爸妈妈之间 发生什么 你都是我们的心肝宝贝 知道吗 嗯 嗯 真快 走 买蛋糕去 这个十二床的病 一定要重点监护一下 这点很重要 好 记住啊 放心吧 把教授 那事情就是这样 有什么问题呢 咱们电话沟通 好 能不能快点啊 小孩子病了 小孩子病了 蛋糕 你们这儿 你们两个谁病了 我其实 蛋糕发烧了 我给他吃了药 也不管用 爸爸 我好难受 来 跟我来 跟我走 跟我走 行了 不用担心了 刚才大夫不是说了吗 没什么大事 明天早晨这个烧心应该退了 对了 孩子病得这么严重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我不是怕耽误你工作吗 你不知道我被停职了 停职 我现在没有资格上手术带了 这么严重 可能是以前走得太顺了 从我考上医学院 到当场副教授 我没经历过什么挫折 我渐渐地有点自我膨胀 忘了一个医生最应该做什么 我整天想着 升职 当教授 当主任 现在我清楚了 让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医生 就死扶伤才是我应该做的 可是我呢 为了升职 为了向上爬 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我甚至牺牲了整个家庭 这个代价太大了 太不值得了 那你现在 现在 我只能等着医院公布处理结果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才知道 什么才是对我最重要的 我后悔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 是不会原谅我的 我现在原不原谅你 都帮不了你是吗 事情既然已经这样 还是想想以后的人该怎么走吧 回不了头的 就只能往前走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我不会再走回头了 应知 就为了那天在马教授家的事 我已经给你倒过很多次欠了呀 干吗非得弄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你以为我跟你离婚 是因为你打我那一巴掌吗 好 我知道你为了这个家为了我 你牺牲了很多 每天有忙不完的家务 你对我有埋怨我理解 你要是想去工作是干什么的 你跟我说 我来给你安排啊 你看看你 你来给我安排工作 张千山 我的人生不需要你来安排 我也不想当你婚姻的摆设 我的后半生我 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 应知 咱们的问题又来已久了 我以为我可以忍下去 但是我现在知道 我忍不了了 自从嫁给你 当全职太太 我整个人就像活在了真空里面一样 除了米兰跟考儿 我几乎没有别的朋友 我没有自我 没有自尊 我只剩下你跟淡淡 是 我很爱你和孩子 为这个家的付出我也心甘情愿 所以五年前我选择原谅你 是因为我相信 我相信你会改 可是你呢 你怎么做的 我一次一次地忍让 我是想保全这个家 可你就越来越严重 直到现在 你都没有一种 好了好了 都是我的错 我道歉行不行 非要离婚吗 你有没有考虑过 孩子在这样的单亲家庭中长大 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你以为孩子跟一个有暴力倾向的父亲生活在一起 伤害就会想吗 暴力 音质 你说的是真的吗 音质 端 Bourget 也就是你 对我的事 梯歌 一定 我建议你们就离婚事宜 具体沟通吧 张先生 张先生 我不同意离婚 我不认为我们感情破裂 只是我没有处理好家庭矛盾 才导致今天这一步的 我会尽可能地挽回 我不同意离婚 你都不要脸了你 张先生太不如的东西了 你走慢点啊 五年前你们要离婚是因为这事吗 都为什么不理啊 我当时 你因为我怀孕了 因为蛋蛋 因为蛋蛋你就不离婚啊 你以为你谁啊 真是贤妻良母啊 你藏得够深呢 你说你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告诉我跟考儿 你当不当我们俩是朋友了 家丑不可问呀 这事你让我怎么跟你们说 后来他也改好了很多 后来他也改好了很多 对我没再怎么动过手 最近工作压力大 他才又开始失控了 那也不能打人嘛 他太想成功了 又承受不住那样的压力 其实他人不坏 是个好大夫 但不是个好丈夫 不是个好父亲 他不明白家是什么 家应该是个充满温暖 充满爱的港湾 不应该是坏情绪的宣泄场 即使我们离婚了 我也希望以后他能够明白这一点 希望他能够彻底改好 行了 行了 你就是太好说话 这时候你还为他想啊 我告诉你啊 这次必须离婚 听到没 你别告诉考儿啊 他会急的 你等一下 接个电话 考儿 行了 我知道了 晚安 我和英志在一起呢 挺顺利的 齐叔里请吃饭 我去干吗呀 我去不合适 这么大灯泡 你行吧 好 晚上见 这么大灯泡 同一般 就是 Hast